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比马桶更脏吗 答案是真的有 而且就在厨房里 也就是我们天天都使用的砧板 根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 砧板的生菌素比马桶多了三倍 根据台湾的研究竟然还高达12倍 难怪最近大陆有媒体报道 有一家人完全没有癌症家族病史 竟然一个一个罹患了癌症 怀疑就是砧板惹的祸 要怎么样挑 怎么选 怎么清洁 才能确保健康呢 专家 检验专家你是怎么用的 OK 因为刚才陈老师说的 比如说用盐跟小苏打 其实它大概清洁效果是因为它的摩擦 就像刚才连师傅说的 像磨砂膏一样 摩擦去角质 它等于是一个物理的作用 当然假如污染不是很严重的话 这样抹一抹还是可以把它去除 可是要担心的就是假如说硬度比较高 可能就把表面磨损了 就是你刷的刷子太硬了 未来的话可能上面更容易附着一些细菌 那意思是说表面它都特别有处理过 做一些异菌 应该是说都是光滑的表面 希望表面是光滑的 那可能会加速我们这些砧板的裂化 那一般假如是我们比较脏的 就是我们假如简单喷条 其实就是用水 这个洗一洗 刷菜瓜布的柔软面具把它刮一刮 这样就可以了 但假如比较脏的话 比如说有油渍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会希望一个标准的清洁方式 是用食用级的洗洁剂 它上面也是一样标示都要标示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我们看不懂的 最好就不要买了 对 所以我干脆都用那种 什么橘子皮精油的 那种最单纯的 对 单纯最好 那清洁完的话 一般我们还是会做一个消毒 还要消毒 消毒的话我们要注意 就是一定要买的 必须要是食品级的消毒剂 是 假如我们可以找得到次氯酸 二氧化氯 这些有杀菌又有漂白的功能 那假如我们家里面 其实要准备比如说75%的酒精 这也有杀菌的功能 所以所谓食品级 它就是必须要有食品添加物的许可证 不要去买一般超市里面的 卖的这个漂白水 因为漂白水其实都是这个衣服用的 OK 所以并不是真正的食品的漂白水 对 其实它是工业级的 所以也是像那个刚刚雷师傅讲的 你就是把它倒 所以洗干净以后把它用一个纸 或者用一个布盖在它上面 让它帮它清洁 漂白 对 对 对